最近的电视剧可真是层出不穷 当然了乌鸦想起和西医坚守里的顾川 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这部电视剧也是人家伦少有的现代独视剧 在顾川多年之前遭遇巨大的一场车祸 而心脏也是遭到了巨大的损伤 幸亏被植入机械心脏之后重获新生 让阿家当时一起遭遇车祸的还有一个小女孩 那一天是小女孩的生日 十年后顾川的机械心脏给她带来了不寻常的烦恼 她的一批一笑都在影响着顾川之后的生活 顾川不能够情绪激动 否则就会放电 然而当初的小女孩活了下来 父母见得离世 她自己也就成为了孤儿 为了升级 她兼职很多份工作 在阴差阳错就成了顾川的小助理 或许真是印证了那句话 在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本家对生活毫无兴趣的顾川 在离开这个美丽世界之前 顾川身上的光芒让江小宁万分崇拜 顾川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江小宁 然而顾川本人也在指引着江小宁前进 但是顾川本人并不知道 正是这个天真快乐的女孩 改变了她很多的想法 她在指引江小宁的同时也在被治愈 所以她的思想也在发生着改变 她也涌楼想活下去的想法 她可以和同事们一起聚餐 也可以感受到大家对她的热情 对于江小宁 她也有了格外的关注 其实顾川有一份愿望清单 如果她完成了上面所有的愿望 她就准备离开这个世界 当建筑界的金岸奖顾川拿到之后 整个人也是完全不敢相信 金岸奖就像是顾川生命最后的区化剂 当她做好所有的准备的时候 孕允给她开了一个玩笑 站在台上的顾川神神发光的模样 也是让江小宁为之心动 这是她喜欢的男生 她肯定也是开心的不得了 当两人在一起独处的时候 江小宁也终于说出了 埋藏在心里的那句话 鼓起勇气向顾川告白 没想到虚早做了顾川的拒绝 江小宁并不知道顾川心中所想 顾川知道自己的身体并不像正常人一样 自己虽然很喜欢叫小宁 但是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捆绑住江小宁 江小宁应该有她美丽的人收 最后江小宁在公司发现也是待不下去了 占过了钱回到邪教继续上课 顾川也终于看明白了自己的心 跑到邪教去追小宁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加关注 每天都会更新乌鸦小姐和蜥蜴先生的故事 让我们下期再见